公安這件事情 其實都是國民黨執政時期的事情 每一個人 牽涉了應該都是國民黨的官員 包括陸以正 包括... 胡志強 我要看到今天報紙的寫法 胡志強是看到蘇智誠 蘇主任 連鐵青就把錢匯出去了 欸 胡志強 你國民黨裡面是沒人那麼優秀 那個時候 現在可能沒有 那個時候那樣那麼優秀 只看到一個民鐵青就出去了 這個要不要追究 當然要追究 我還在講 當然要追究 問題在 我的意思是說 您不應該用這樣的說法來做 不適當理由 還要我說清楚 我覺得好奇怪 我們就不用怕 我們沒有怕 你拿陳信瑜的話來擴大解釋 然後要我們說清楚 我不知道我要說清楚什麼 不是 重點是 現在大家都不需要推論 就看事實 就看目前這種證據 應該是這樣 可是這樣的證據在2002年 陳水扁總統當初就應該針對 無論是李前總統 無論是針對過去2000年之前 國民黨執政的所有任何人 全面性的這種追究 但是那時候阿扁做了什麼事情 2002年陳水扁去看李登輝在病床上 這就脅迫 這是脅迫 該做不做 等到他事後他自己東窗事發了 才要想把他 這是李登輝現在這種 是剛剛指出來 你不要死 大家都要死 這是一個什麼樣的一個權謀隱私 對 我先感謝一下正義 因為正義剛才這麼一說 證明了李登輝的國安密葬被起訴 沒有藍綠 沒有啊 不是政治追殺 沒有啊 也不是政治報復啊 沒有 我從頭開始說就沒有啊 對嘛 因為整個李登輝的國安密葬 所涉及到的 他們都是李登輝 今天有選擇性 大概有因人而異的人是誰 是陳水扁啊 2002年李登輝說得很清楚啊 那時候應該讓北檢辦到底的啊 把國安密葬辦得清清楚楚的 是誰阻止的 是在阻止以後 拿著夜三報的調查報告 到榮總的醫院裡面去威脅李登輝 是誰 陳水扁啊 除了這個整個案情的這種本身 民眾自己可以來做判斷 可是今天的重點是一個 台灣社會未來的價值取向 這兩個要執政 要都想爭取中華民國總統大位的人 台灣人民是要及早要跳脫 這樣的一個政治惡鬥的泥鬧 可是誰真的用心去往前做改革 還是回頭 這是個價值取向的問題 我們稍後再歡迎觀眾 對 曹哥 因為這個 我想小英主席 他之前到德國英國訪問的時候 蔡主席有講 他說2008年民進黨這個 交出證券之後 這三年已經把負債都還清了 還清了嗎 蔡英文還清了嗎 因為蔡主席也是學法的 檢查一體應該是總長指揮檢察長 檢察長指揮檢察官 可是如果總長上面多了一個總統出來的話 那就不叫檢查一體了 所以大家不能只看 不能光看李登輝被起訴 李登輝被起訴那個到法庭慢慢打 重點是這個案子 剛剛這個董哥也有提到 說不准傳喚禮 不准起訴留 空了八年 陶哥這個在我們當時北檢 是公開的秘密 公開的秘密 大家都知道辦不下去了 那拉法葉是硬要辦 這個案子是不准辦 誰不准辦 對 所以嘛 所以我說說那是誰幹的嘛 所以我覺得 如果2008年總統上台之後 如果那個時候沒有辦陳水扁 你覺得陳水扁會去拿資料 告發李登輝嗎 一定不會嘛 他一定放在家裡說 連天也有人把他修理的事 拿出來 所以民進黨顯然把陳水扁當外星人 說那不是我的人 陳信雲也不是我的人 那都跟我們無關 我現在跟李登輝在作為就好 怎麼會這樣子呢 這個明顯的干預司法的事情 我不要說民進黨給我們交代 阿扁是那次的總統 你怎麼不讓我們處理一下 你現在查說你們時間點不對 當初不辦是誰弄的 也是你們弄的啊 你說你是政治追殺 你那時候為什麼不清算國民黨 你們說國民黨是黑金 我們才不要投給你們的 你們都不查 政黨中聽得主要的動機就在這裡 陶哥你現在講的是 他後來跟阿扁跟阿輝 後來反目的狀況 他們之前是好得不得了 2000年一開始是好得不得了 你怎麼約書雅還是什麼什麼東西 我也搞不懂 摩西亞的 我們聽不懂 兩個真的情同父子 到後面才翻臉的 那情同父子那段你怎麼不講呢 所以我特別要強調 我跟你講民進黨這一段 我認為要給大家一個交代 你們如何保證以後 你們上來之後 不會再幹同樣的事情 如果你不能保證的話 你現在講政治追殺 都沒意識 國家為什麼要這個進步 國家進步就是要政黨輪替 政黨輪替就是把過去 所有的一些弊端隱藏在暗地裡面 全部把它揭發出來 那今天你看到過去的這個 陳水扁執政的八年有揭發嗎 完完全全是以權謀私耶 我們讓觀眾朋友來看一下 到目前為止 整個的真相再清楚不過 可是真正的重點在今天 李登輝先生跟蔡英文兩位 共同站在台上 面對台灣人民說 我們要往前走 我們要改革 兩位說的話 是不是真的台灣人民需要 先看一下李前總統說的 李登輝絕對不會 這種的 讓人簡單啊 怕痘啦 我已經老了 要九十歲 實在說 死我都沒有在怕 哪怕什麼 說我做 阿伯的這個手段 還要來對付我 我相信 就算我 李登輝死了 我在想 台灣人要有很多理念 李前總統非常氣憤 氣憤可以看得出來 他這個氣憤不能夠接受的 是說 我怎麼把我比成陳水扁 陳水扁是什麼 李前總統在陳水扁後面 2006年以後 全力的批判陳水扁 不屑為一提 那麼今天 說我這個只是什麼東西 我只是公款私用 可是想到一點 公款私用 如果一般的小公務員 早就已經進黑牢去了 可是 李前總統今天說 這是被壓迫的 這是把我打掉的話 還有更多的李登輝 要對誰講 這是台灣人民是往前走的 還是因為藉著這個事情 再激發出台灣人民的悲憤 這個把這個能量 應該是投向改革嗎 溫家先生 沒錯 但是政客永遠會把人民的 所謂善良的期待導向 作為他的政治動員 台灣人民這是一個關鍵時刻 這是一個關鍵的議題 等待我們做關鍵的選擇 我從幾個小地方來看這案子 有些地方真的很有趣 三立的大話新聞 長期是批判李前總統的 為什麼在這次的拱案這個事情上面 他過來維護李前總統 有學問的 因為他背後的組織 謝長廷先生 也被陳前總統 在法庭裡面公開說 你透過你小舊子 把十一億 十一億匯到新加坡去啊 為什麼 他們已經形成了聯合戰線 他們在築起他們的保護牆 希望事情到此為止 不要再過來喔 所以你表面上來看 同仇敵愷 後國民黨對我們怎麼樣 背後才不是這麼一回事 我對民進黨的期待 從來沒有一天衰減過 雖然我對他的批評 一天比一天難聽 但是我正對他的期待 沒有一天少過喔 陳信瑜小姐以前講過 民進黨誰沒拿過我爸的錢 誰沒拿過我爸的錢 我回來問一下 民進黨為什麼要拿阿扁的錢 我們沒有那個錢 我們沒有辦法打敗國民黨嗎 我們沒有拿那個錢 我們不能帶領台灣人 去追求一個我們心目中 真正的核心價值 我們自己把自己做賤 蔡主席這次去英國訪問 我很關心這個新聞 因為我認為他是一個 有國際觀的人 我希望可以從全世界的先進國家 帶回一些好的東西 讓台灣進步 他在英國跟喬社台灣的時候 他講一句話 他說我回來之後 我未來當選之後 我要推動結構性的政治改革工程 希望台灣的選民做好準備 今天這個議題就是我們關鍵的政治改革工程的一部分 他不是改革哪一個什麼台灣人的總統 他是改革我們民主政治最大的毒瘤 國家公權力的濫用 把國家當貶家當李家 甚至如果今天有人說把國家當成馬英九他家 照樣打 跟他客氣什麼 但是你這個價值觀 如果一旦沒有確認的話 下一次國家就變成什麼 蔡家 蔡英文你家的 我的標準一樣 蔡主席 你能不能夠當選未來國家的總統 不是這重點 而是你用什麼樣子的價值跟馬英九總統 比賽做良性的競爭 你到現在還在那邊鬼扯那些東西 我補充一個最不好的講題 過去我們常講說 一個國家是一個團體 面臨很重大的結構性的事情的時候 把他整個就天翻地覆倒過來 一次叫做震撼療法 補充一邊 我總覺得阿扁的弊案 構的是不是一個震撼療法 不是 他反而變成民俗療法 民俗療法真的要去抓人 沒抓沒事情 越抓你就每天要越抓 越抓越死 怎麼變成這樣子呢 我們這個觀眾朋友來看一下 你剛剛講的說 蔡英文主席在英國講的說 這是要進行一個結構性的改革 問題是台灣能不能夠說 做一個結構性的改革 還是變成一個結構性的掠奪 永遠是擁抱在一起 今天晚上其實稍微要請教正義 這是蔡英文主席說的話 這是一個結構性 破一個結構性改革的前部 還是說擁抱那個掠奪結構性的狀況 蔡英文主席 而司法單位更應該有 一致性的處理的標準 不能因人而異 甚至是選擇性的方案 檢調這個時候起訴 李前總統 時間點的選擇 不禁讓人懷疑 民進黨認為司法檢調 應該嚴守中立 公正審理 同時司法案件 也不應該被當作政治議題 甚至選舉的議題 大肆炒作 那麼這是陳水扁在過去這兩三年之中 一二再再而三的 不斷的舉發李前總統 特徵組在接受這樣的狀況不辦 那麼是完全待乎值守 可是如果蔡英文女士這樣講的 都是時機的不移 是整個的一個選舉 或者是政治的炒作 這個司法的不中立跟這個不獨立 是這樣子的嗎 正義 我想陶哥 剛剛蔡主席講的那段話 跟你剛剛跟他附送的 完全不一樣 我要說的是完全不一樣 基本上 我承認 在我們第一次執政的這八年裡面 我們執政的不夠完美 所以我才會坐在這邊 被大家這麼樣的攻擊 踏罰 因為一定有一些 過去八年根本無所謂 過去八年的事情 做不好的事情 那我想到 今天面對這個事情 民黨沒有說 不可以辦這個案子 包括蔡英文主席 我們希望你要辦這個案子 要把以前的結構性的東西 都拿出來檢視過一遍 要用一致的標準來檢視過一遍 而且要辦得 完完全全不要遮遮掩掩 不要遮掩掩 不要不要這個 切得也當白切得也當白 像我剛剛說的 像您剛剛 邱偉你剛剛也提到了 這件案子不只牽涉 劉泰英跟李登輝 一定還有更多更多的 國民黨的人牽涉在裡面 那我希望 我們也希望 司法在辦這件案子的時候 要有一致性的標準 要全面去辦 不要遮遮掩掩掩 說真的啦 因為我們對這件事情 不是不是很太多的 不像各位這樣子 研究這麼樣的透徹 其實我對於這個起訴裡面 對於尹演良的部分 我就覺得很奇怪 為什麼他 你認定他沒有 認定他被騙了 我覺得好奇怪 就是說一般的人 一般的民眾會這樣 所以我們對這個案子 我們希望請許他辦得完美 我希望這個是一個 政治結構性改革的一個開端 是 可是重點在於 所有的社會大眾來關注 這個真正掌有權力的這個狀況 在過去一而再 只要丟出來一根骨頭 就是走出高速公路 所有的重點是在於 你整個最有權力的人 能夠面對這個問題 把真相揭發出來 這是所有的一些的焦點 你現在講任何一個其他的案子 哪一個過去的案子 你說從兩蔣總統開始 你都可以算了 舉出來 都可以舉出來 可是重點是在於 現在的關鍵 蔡英文主席剛才所說的 她是說這個司法 她相信司法的中立 相信司法的獨立 相信這個時機是適合的 這說法是這個樣子的嗎 當然不是啦 你整個 不然鷗哥你等一下再放一次 給你正義看 她是前面是充滿質疑 任何人看她就講 她就在質疑說 你沒有意志性 她的意思 意思就在講你沒有意志性 你跟過去沒有那個 哪有你的政治時機 這些東西 就是說她還大言不喘說 請大家不要用政治的方式 去解讀這個案子怎麼樣 這個就是立營的人 甚至是柯建明講說 三歲小孩都知道 這是政治的追殺 阿扁 李秀蓮今天都公開講 這是政治的 是誰在解讀政治 完全是立營嘛 就這個有什麼好那個 但是我們看喔 就是說蔡英文喔 因為她現在有非常多 新世代的人很欣賞她 然後年輕人 她對年輕人是有示範的 那你要帶給年輕人說 我們下一個世代要看到未來 你現在就要必須告訴大家 就是說我拿出來的是不一樣 我不能握著李登輝貪污的手 一萬塊說我要改革 李登輝是那時候 代表整個國民黨的黑金 那時候民進黨有機會把他剷除 可是不要 民進黨想說我把他抓在手上 來威脅他 那時候一直是這樣的做法嘛 所以我們今天看這個案子 這個前什麼時候誣走 15年前誣走 民國86年耶 91年才被發現耶 被阿扁一直把他壓 壓到現在 你蔡英文就要 應該很高興出來說 我們終於把國際阿扁沒有做到的 現在做到了 國際阿扁沒有把國民黨的黑金剷除嘛 所以你今天的方向